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为什么九十年代中期以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怀念文革和毛泽东 文革会在今天的中国重演吗 下面有请徐有余教授 徐教授向您请教的问题是 有很多人啊 尤其是经历过文革的人 认为了文革以失败告终 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说他失败是因为毛泽东去世以后 华国锋发动了宫廷政变 把文革领导集团一网打尽 是文官集团输给了武官集团吗 是第十讲 看到最后 我们当然要对文革作为一个总结 所以必须要说的一个结论 就是文革是以彻底的失败告终的 关于文革以失败告终这点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共识 各方面的人们都这么看 但是理由是不一样的 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逝世以后 十股危害 一举把他们全部抓获了 那当然是发动一场军事政变 彻底的把文革派 文革集团给粉碎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证明文革失败的事实 第二个事情就是 中共中央最后做了 1980年初做了一个决议 就是明确的指出 文革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这也可以说是文革的失败 共产党发动的文革 最后共产党做决议 说它是一个错误的东西 这也可以说 其实一般人没想到 我还想补充的一个 说明文革失败的证据 是就参加文革的 卷入文革的人 尤其是文革中 卷入文革最积极活动的 造反派 他们认为文革失败的 还有一个很 最重要的标志就是 造反派整体来说 是受到 受到报复跟镇压的 最近出了大量的文革的回忆录 参加文革的人 不管他们是 当初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派别人 他们都提到了这一点 他们文革的主力军 最后被彻底镇压 受到连力的报复 这也可以说明 文革是失败了 当然在我看起来 这些可以说明文革失败 但是我认为都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发动一场政变 你是用武力打垮了别人 万一他的精神云远存留 那也可以说另外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我想强调的在我的思想中 说文革失败了 是文革还没有结束 毛泽东还没有逝世 中国的民心已经变了 人们从宽热的支持文革 变成了谴责文革跟文革 对文革的头面人物进行这种冷嘲 热讽跟那种公开的这种抨击 这是很厉害的 这方面我觉得更能说明问题 所以毛泽东在临死前 他才会说 发动文革实际上是支持的人不多 反对的人不少 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就文革实际上已经从大的人心的 狂热的发动变成了是大事人心的 一个非常可耻的收场 这种结局 毛泽东在逝世前已经看到了 我觉得这一点最说明问题 我自己在这方面有一些 精神的体会 比方我记得在1976年的年初 我当初在四川成都 那时举行了一场球赛 足球赛 是上海队对四川队 大家知道文革的干将张春桥 是上海人 那时候被说成是反革命伏提的 邓小平是四川人 本来一场球赛是正常的一个事情 就是上海队对四川队 但整个看球的人跟长城的队员 都单纯是文革派 跟另外老干部派之间的斗争 最后是上海队整个场面 极其火爆 观众跟球员都是怀着一种 特别不同的心情在那里看球 最后就是上海队提赢了 大家在 观众在常常宽敷 张春桥打败了邓小平 表示了强烈的分盖跟不满 实际上政治上的形势 当然是张春桥打败了邓小平 但是跟这跟文革初期跟中期的情况 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在1976年的时候 四川市有一个工程技术人员 叫白志青 他写了一个大字报 写了几十篇 前面的深刻的揭露 文革怎么不对 批评文革派的人物 那张大字报引起了大加的欢迎 那些反派就在省委去闹 就是说 你看这些人在反对文革 但是造反派居然是受到了 围攻跟群众的围攻 跟批评说的 说的很厉害 这跟以前几年的情况完全相反 其实在文革初期跟文革中期的时候 在四川 在成都 在国国地方 凡是造反派跟当权派之间的斗争 有发生斗争的时候 凡是造反派跟保守派发生斗争的时候 整个全社会的市民 都是清一色的一面倒的站到造反派这边 现在情况变了 现在造反派受到围攻了 造反派去捍卫什么反对 反复提反复就反对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整个民心完全变成是反对文革了 我觉得这件事在毛泽东生前 在文革还在入火入土进行的时候 他的衰败 他的失败的结局已经表现出来了 这我觉得是更能说明文革的事 因为这是老百姓 前亿万老百姓 真心实意地从拥护文革变成是反对文革了 这比另外党的决议这些我觉得更重要 徐教授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经历过文革以后 中国人失去了什么 又得到了什么 文革可不可以说就是一场纯粹的浩劫 同时它是否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或者说一个新的起点 其实现在整个中华民族在回顾文革的时候 都把文革当成是一场灾祸跟损害 中国人在这场文革中 失去东西太多了 像我们这些参加文革人 首先想到的 我们失去了青春 我们在大好青春地去干那些 荒唐的物聊的 残忍的野蛮的事情 我们失去了健康 文革和中央我们后来下乡 我自己就有青春的体会 我下乡以后那种残酷的 那种非常繁重的劳动 我有一次到医院去做体检的时候 那个外科人给我体检 他说的话是很带这种浪漫 你有一个脸不幸的青春 我从你的照片上就能看出来 那照片就是配的X光片 那我的脊柱都是从方的变成是圆的了 那种受得 很多人一辈子挪下了终身残疾 我觉得都是文革受到这种影响 青春健康还有爱情 文化革命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青春年少的时候 都是经历了那种最冷酷的 最禁欲主义式的东西 失去了体面的工作 失去了生活跟社会的地位 虽然现在有少数精英在文革之后 是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但是大多数群众实际上是过得 都是他们本来应该过更好的生活 都没过到 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是这一代人总体来说 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文化革命有将近十年大学 是大概除了招数工论病学员以外 极少数的这种东西以外 大学也停止了停办了很多年 在这些情况实际上文革实际上 整个民族都受到的是很大的这种损失 但这是在物质层面都能看出来 精神层面失去的东西也很多 比方我们失去了理想 我们失去了纯洁的理想 这方面有一个文革的西方文革专家 叫马丁辛格他就说过一句话 他文革最大的损失是 一代年轻人失去了政治上的纯真 这种纯真对一个正在拼搏的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来 中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失去了以后 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东西 这是一个文革的最大的悲剧 跟最大的损失 他是这么说 有一个文革 美国的汉学家 年轻的汉学家旅的 他说 他说在前藏在文革后面的是 深刻的石落感 因为我们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一起固有的 基本的意义都没有了 文革中间失去了 包括文化跟精神的石落 前途的石落 希望跟理想的石落 真理和生命的石落 总之 几乎一切是生命有意义的东西 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都石落了 这是对文革一个很深刻的总结 但是我马上要说 这些汉学家看到的问题的一个方面 比方马丁星哥说的是 文化革命失去了革命的理想 我们的政治上纯真的东西 但是我马上要说 其实我们失去的还有个人崇拜 我们心目中本来有一种 大菩萨大神 毛泽东 他也在文革 文革之后也是在我们心中 轰然的也倒塌了 但是我们还得到了很多东西 比方文革 我们得到了 我觉得最大的 从我过程的体会 跟我的研究来说 最大的东西就是 独立的感觉 跟独立的这种追求 就批判精神 怀疑精神 这些东西 我记得有一个 我在文革采访中 我采访了一个中国作家 他说了一个话很有意思 他说文化革命 前跟文化革命中 中国八一人 只有一个脑袋 这就是毛泽东的脑袋 这就是说 只有毛泽东才能够思维 其他人只有听得分 那其结果就是 如果毛泽东想对了 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 才能够思想 如果毛泽东想错了 全国的事情都想错了 那时候就没有人意识到 其实我们自己还有脑袋 我们自己也可以开动脑筋想问题 文革结束以后 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们哪里都发现 自己两个肩膀上 其实长了一个脑袋 我们可以自己来进行思维 所以文化革命 拾去了很多东西 很多宝贵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但是我们也得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的独立感 我们的批判感 我们的怀疑感 特别是我们的自我意识 文化革命最极端虚伪的 讲究的是 狠斗食之以闪恋 讲什么斗食批凶 但实际上那种东西太虚伪了 实际上我们后来感觉 我们要肯定自我 所以文化革命刚结束不合 不论是在社会讨论中间 还是在文学作品里面 反映的最重要的话题就是 人是有自我的 我们的自我利益 自我意识 自我的精神发展 这些东西是文革 给我们完全饼灭掉了 现在还有 当然实际上文革 如果说是一场浩劫也是对的 因为死了那么多人 制造了那么多原假错案 国民经济走向了 濒临破产的这种边缘 到了这种地步 但是呢 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就事情是物极必反的 文化革命搞得太过分 太极端 使得这个社会制度的弊病 使得毛泽东思想的那一套 极端左的东西 那种弊病暴露无益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可能还暴露不了那么厉害 如果不是发生了文化革命 中国很可能像苏联的那种 不列日列夫时代 我们把它叫做停滞的一代 毛病白处 白痞重生 但是就这么维持下去 靠一个官僚机器的那种 靠它的惯性就不断地可以维持下去 文革搞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了 所以就物极必反 还发生了一些变化 如果没有文革搞得那么糟糕的话 这些变化也不会不会到来的 这种变化比方就是文化革命 之前搞得过资本主义尾巴 大家意识到实际上 文化革命之后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 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政策 是从改革开放的政策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 那种计划经济是不行的 高度集中的这种中央 高度管理的这种计划经济 使得这种也搞不好 要开放成市场经济 这是文化革命的一个 比较大的收获吧 文化革命也极端强调 治理更生 实际上是闭关锁国搞的那套 文化革命中间也搞到 实在搞不下去的地步了 文化革命一结束 大家放眼一看 包括中央的老干部 中国中央老干部 像王振这些人都 到国外一看 国外发展 中国浪费了几十年的时间 大家感到非常吃惊 觉得有一个奋起之追 要搞那种开放的东西 这也是彻底的否定了 否定了那种闭关锁国的 这种所谓治理更生的东西 文化革命也把这种 吃大过犯的东西给否定了 所以我们识趣的是 对计划经济 对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这套东西的信念 而且我们寻找到一些新的东西 这就是市场经济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路线 我们还抛弃了 交际斗争的这种学说 而且我们 中国共产党也把这种 世界革命的东西也抛弃掉了 实际上在文化革命之前 或者在文化革命之中 中国实际上是提供武器 提供训练 提供所有装备设备 是支持 东南亚中国的邻国 搞武装叛乱 这些东西经过文革以后 这些东西都搞不下去了 而且造成了大量的 很坏的影响 这些东西都抛弃掉了 所以文化革命 实际上 从这种意义上 我觉得给中国的 寻找另外一条路 抛弃以前的东西 是带来那个新的契机 但我刚才提到的 有很多东西抛弃了 有很多东西得到了 这是文化革命结束后 八十年代的 行星向云的这种期限 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刚才提的东西 现在又回来了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比方我举个例子 大家在文化革命中 不论是官还是民 都有一个道德上的进步 文化革命前跟文化革命中间 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告密问题 大家去告 告自己的班主任 告自己的校长 告自己的同学 告自己的老师 甚至告自己的父母 那种发生这种事情 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文化革命中间 大家都总结一个教训 其实告密实际上 没有好下场的 没有好结果的 你把别人说成是走之派 最后别人还要 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所以文化革命结束以后 告密受到了 在文学作品里面 在社会舆论里面 受到了极大的谴责 这种风气就改变 后来搞情理精神污染 跟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那种告密的 当运动积极分子人 就非常之少 这次文化革命 也是一个副产品吧 使得人们在道德上 有很多奇高 但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指出 大家觉得情况 可能不是我说的这样 因为最近几年 文化革命中间的 很多很糟糕的家业 又开始伏地了 又有一个回来 所以我说的 刚才说的东西是成立的 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整整中国的人的道德面貌 精神面貌是患然一新的 有很多行动性 这是跟否定文化革命 彻底的 彻底的对文革 可以有一个彻底否定的评价 造成了一种新气象 薛教授 我读了您的一些 关于文革研究的文章 您指出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 文革还促进了中国人 对于民主运动的一种追求 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 是不是因为在文革中的大民主 鼓舞或者刺激了人们去追求民主 或者他是在文革中 这种争取民主的这么一种运动 得到了一种锻炼 对 我把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的起点 放在1976年的五四天安门运动 我觉得我相信 中外的文革研究者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个看法 当然中国以前也有 对民主的浮盛 对民主的追求 比方武器连反右 有些右派分子也提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说 那是一些零零星星的表达 跟这种追求 是个人提了意见 而且最多是表现在一个县城体制之内的 要求党要多搞一点民主 那意思就是党要多给我们一点民主 党要发挥民主着风 是在这种意义上 真正意义上的 由下而上的群众性的 自觉的有一个明确目标的 对民主事业的追求 我觉得应该是从 1976年的4月初的天安门事件开始 这呢也大体上也可以这么说 文革的结束跟中国的 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展开 法体是基本上是同步的 这样就是文革跟文化 跟中国的民主运动 实际上它之间的这种 时间顺序的关系是很清楚的 我们就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如果没有文化革命的话 中国现在的民主运动 不会有或者不会像 现在这么大规模的展开 也不会有这么自觉的 这种自我意识的追求这种东西 但是这里面就很复杂了 那很多人就有这种看法 就觉得文革中间 我们搞的就是大民主 那我们现在追求 我们现在搞的民主运动 就是这种大民主在文革结束以后 以另外一种方式 延续下来跟表现下来 照我看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 我在第七讲讲到中国文化革命 有没有一个大民主 第九讲讲到一段思潮的时候 我觉得都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文化革命的大民主是一个 彻底的假民主 你虽然可以打倒党的第二号人物 打倒国家主席 但是这是毛泽东叫你这么打倒 你才能打倒的 如果毛泽东没有这个命令 或者是你是违反了毛泽东意志 你打倒任何一个小人物都是不行的 比方文化革命的时候 大家也是对什么王力官方齐本宇也有意见 他们就是很小的人物了 如果要叫打倒的话 马上就会出来 镇压的事情就会出来 那时候说法就是 你想打倒的是 无产阶级实力部的人 他是有这么一个区分的 你一个再小的人物是文化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力部的人的话 那就不能打倒 你再大的人物 只要毛泽东要叫你打倒的话 你就可以去打倒 这种东西当然就不可能说是大民族 我在第九讲讲到一段思潮 所有提出一段思潮的人 都受到了连历的阵压 比方杨娇凯就判刑失灭 另外被枪毙的人类是不计其数 文化革命政治范有十三万之多 这就说明文化革命实际上是没有民族的 所以我们要把文化革命之后开展 在中国开展的民族运动 说成是文化革命大民族的运动的继续 这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也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能不能说是文化革命之间 毛泽东制造了很多条件来搞民族运动呢 这东西我觉得分析起来就很复杂了 我觉得实际上照我的看法 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革命中间 人们有短暂时间争取到了那种大民族 跟后面的中国真正的民族运动之间 那种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 不是因为有了文化革命 因为文化革命闹了大民族 后面才有中国的民族运动 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的 它的关系是一个 时间上虽然是连续的 但是它没有因果关系 文化革命之后的民族运动不是文化革命 人们的独立的意识 我刚才说到的 批判的意识跟这种自我意识 文化革命写了那么的大字报 对党内的走资派进行了那么的攻击 所以大家对党的组织 实际上是持怀疑跟批判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的维信 经过文化大革命是大大的下降了 它上市了极大的 它的维信极大的上市了 然后大家对这个制度的弊病也看得很清楚了 文化革命有个大串联 大家可以到国出去走 知识青年还有一个上山下乡 对中国那种极端的贫穷 极端的挪厚 极端的封闭 大家都是耳闻目睹的 都是有直接的感受的 这些东西对党的维信的上市 对这种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的这种信念的上市 对于最高领袖的 做了那么的坏事 做了那么的错事的感觉 这些东西就大大的增强了 人们的怀疑精神跟批判精神 而且大家从这种东西意识到 需要用民主来解决中国的 根本的社会制度问题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是 如果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民众 要重拾民主运动的话 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障碍是 要克服恐惧心灵 其实共产党的统治 实际上它就是不断地 制造跟积累这种恐惧心灵 让你觉得是 你随便乱说乱动的话 就会遭到逆刻的镇压 跟扑灭你这种反抗的意识 跟反抗的举动 所以但是文化革命就不一样 文化革命大家看的太多了 有些人被打倒了 但是过了几个月 过了几年又回来了 所以一个人被打倒 被抓起来 被批斗 被写大字报 被带高毛子游间 这些东西以前来说 是一个简直是不得了的东西 不要说本人了 你家里有一个人 遭到了这样的待遇 那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家里的子女或者是情书 如果到外面去 那时候叫做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出事了 我小时候就有家里 隔壁一家 我同伴同学 一个女孩 她的父亲是个右派分子 出事了 给公安局给带走了 哎呦 那全校的人对她 都是侧目而逝 都只 家里 大同学之间 都纷纷的 切切私欲 哎呀 她家里出事了 昨天晚上 公安局到她家里去 那种害怕 不但本人司机上 是被马上 给彻底的打垮 她的家宿 她的子女 都是属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地方 文化革命 大家都这样 大家都挨疹 大家都受到攻击 受到批判 就不当成一回事了 而且大家看了这种情况很多了 那过几个月就会变得 今天把你打成反革命 打成是走子派 过了几天 你马上就成了一个革命干部 又成了无产阶级 司令部的人了 这种政治上的变化 无产阶级 对着来说 是不是多么了不起的 天下 天下发生大 天垮下来 这种大事情 实际上大家对这些东西 对镇压 对批判 对受到这种迫害 有一点 习以为常的这种 大家见多了 见关不及了 所以这种勇气 跟这种信心的增加 是克服这种心理上的恐惧 这种心理障碍的 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经历文化革命以后 大家那种勇气 是增加了很多 我记得有一个 最明显的例子是 文化革命 1989年的春天 中国的知识分子 跟社会上一些殖民人士 发起了签名运动 赋予中国当局要释放 未经生活中国政治犯 然后马上 中共当局就进行了 这种亚制跟反复 就叫一些老的知识分子 就出来忏悔 就说 哎呀我们也搞不清楚 是受人利用之类的 但是 参加签名运动 中青年 他们就一点都不怕 他们有一个 我的好朋友 他说的话就是 他是对海外记者 公开发表的 也是采访了 他其实啊 这一套在文化革命 见多了 我们的党就是 这么一个德性 一旦发生了 他不高兴的事情 马上就是说 有一个阴谋 有人有组织 有计划的 有阴谋的 要搞什么东西 然后有人就出头 路面去 去骗人 去利用人 大多数都是受骗的 他这套文化革命 我们经历了 不知道有多 养过多少 成这种戏 我们都见惯了 现在还拿这一套 来对付我们 是一点都不灵了 这个人就是这么说的 这个人现在 也在美国 在耶鲁大学当老师吧 我记得他那段话 说得很清楚 就经历过文化革命的 这种锻炼的人 对于 共产党的镇压的手法 镇压的这种残酷性 实际上是有心理准备的 这东西就提供了 大家那种 足够的强大的 这种实现勇气 来从事民主运动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经历过文化革命以后 大家对政治的兴趣大了 对政治也比较内涵了 文化革命之前 人们确实都是那种 政治上纯洁跟天真的 什么都不懂 只知道跟着党干 跟着党组织干 跟着辅导员干 跟着班组织干 文化革命之后 大家对这些东西很清楚 我觉得我在采访过程中 听了很多人说 那文化革命之前 我们觉得那种 校单委办公室里面 那发生的事情 那是非常之神秘 不知道里面有 谈了多少很高 很高升的政策啊 策略啊 这种东西 其实文化革命 我们也在卷入运动 我们也在搞政治 我们就知道政治 就是那么回事 你能干 我们也能干 这种自信心 就是我们也能干 政治这一条也出来 政治并不是一个 很神秘的东西 我们能够干 说不定还干得更好 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我采访的这个 他那么说 当然文化革命中间 我们是带着脚鸟 手铐在那里跳舞的 我们的干子 政治实际上 是在很多框框之下 在如来福的手心里面 很紧抖 但是文化革命之后 我们没有这种 脚了手铐以后 那我们要冲到外面 冲到要宽宽 外面去干的话 那我们可能有一个 更大的田地 供我们活动 所以这种情绪也有 另外文化革命中间 搞什么大字报啊 搞什么宣传战啊 广播战啊 写文战啊 搞那种 在斗争中间要讲究 有力有力有节啊 各种串联的东西 宣传的东西 策略的东西 对这代人也有锻炼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 在八九年 学生搞运动的时候 他们搞政治运动 相比而言 相比于文化革命中间 红文兵组织 受人利用的这种情况 他们那种自主性 组织性 那种政治上的承受性 提出刚领口号的 这种策略性 各方面 我觉得都更 明显能够看出来 文化革命是受到了 这种锻炼的 所以说文化革命 实际上是 以见解的方式 曲折复杂的方式 给文化革命之后发生的 中国的民主运动 提供了这种动力 我觉得这种过程 用我的看 但是我又坚决否认 它是文化革命的 大民主运动的产物 所以我自己的 用了一个说法 就是文化革命之后的 中国的蓬蓬勃勃 开展的民主运动 是文化革命的 一个副产品 它不是文化革命 直接的有意识的 产生的结果 但是它是一个附带的结果 徐教授 当今 我觉得出现了一个历史吊诡 因为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 人们对文革 是一种厌恶 一种唾弃 一种完全的批判 但是在90年代的中期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相反就怀念文革 甚至怀念毛泽东 凝聚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 很复杂 跟很有趣的问题 我大概可以这么说吧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 文化革命刚刚结束 那时候 不论是人们处置制法 还是执政党处于 否定文化革命的需要 对文化革命的罪恶 是揭露的比较多的 那时候是允许揭露 这种东西的 因为中国的新的领导人 他们在文化革命 也是深受其害的人 所以对文化革命的伤痛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 大家是记忆犹新 大家的文化革命 发生在自己身上 亲身经历的 有这种切身的 经历的这种伤痛 大家是有感受的 从这种具体的 实际的经验出发 大家觉得文化革命是坏事 是一场灾难 大家有这个看法 但是 过了三四十年以后 我说句不可 不可气的话吧 中国人也有这种 健忘的本性 好了伤疤忘了痛 文化革命那种伤痛的话 在有心心目中 还是记忆有心的 但是在有心心目中 就消退了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他们是没有这种感受的 但中国社会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面貌 跟上次 跟文化革命结束期间 那种心理状态 跟社会状态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搞改革 开放 搞市场经济 后来越搞越变位 那种社会的不公正 那种不平等 那种贫富差距的 这些 这一系列问题 就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对于 首先是对于这种 贪污腐败跟特权 我觉得感受特别深 特别震恨 大家都恨之入骨 但是我们反弹又 进行了不利 大家觉得 文化革命那样做事 最解气的 我们说有哪一个 是贪污分子 特权分子 走资本主义 大陆当权派的话 那我们可以打倒它 就去上墙 就可以把它打倒了 现在这管管相位的话 我们很多事情 都做不到了 大家就有这种心理 而且文化革命中间 本来很多很荒谬的 理论上很荒谬的东西 现在看起来都是对的 比方文化革命中间 毛泽东提出 他要打倒的那些 党的干部 叫做走资派 中国哪有资本主义吗 中国的整个 生产资料完全是公有制的 整个社会制度 是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给他的 政治对手扣的帽子 是走资派 就是大家不听他的话 所以毛泽东说 搞文化革命 不知道革命对象在哪 在共产党内 这句话是一个很荒谬的话 无产阶级 咸丰队里面 存在的是社会主义的 斗争对象 但是文化革命 搞改革开放之后 搞市场经济之后 那现在这些 谈目腐败分子 你说是走资本主义 你说他们搞的东西 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至少我觉得实际上是不是的 实际上是专制制度的产物 是特权制度的产物 但是至少在表面上 给人的印象就是 因为我们搞了市场经济 搞了资本主义 才有这些丑恶的东西 才有这些贪腐的现象 就给了人一个文化革命中间 不能自圆其说的 站不住脚的 走资本主义 到了当权派这个概念 现在特别有说服力 特别能够解释 现在的贪腐 跟官僚特权这种现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开始怀念 怀念文化革命 想用文化革命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 主要的原因还是 大家希望社会上 有这种一些条件 使得我们恨之如故的 贪腐跟特权东西 老百姓能够发出反对 跟打倒的声音 能够有这么一个渠道 现在是没有这个渠道 大家有没有 中国人又非常狭隘 也对世界的历史经济文化 也不知道 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经验 就是文化革命 觉得文化革命是 用列令的话来说 就是广大群众的革命的节日 用同时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情 所以大家是向往文化革命 向往的实际上 是痛恨贪腐行为的 一个本能的表现 实际上是对于文化革命 募资的一个表现 但是现在这种心理 已经是越来越强烈 而且还可以想象 如果贪腐再连终 再不能制止 再卧性的发展的话 对文化革命 是越来越强烈 徐教授 有人认为文革可能在中国重新上演 也有人认为 其实文革已经部分在上演 已经部分在重演 您怎么看 有哪些迹象能够说明文革在重演 客观来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 我认为说文革会在中国福地会重新上演 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耸任听文的物济之谈 我觉得文革那么糟糕的事情 大家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怎么可能再发生文革事情 而且文革中间很多事情那么荒唐 比方是学毛主席比如 这些搞得那么天天读那种 那种滑稽荒唐的事情 怎么还能够成 但是很不幸的是 我这么一个想法实验是证明是错误的 我最后根据大量的经验事实 我不得不承认 文革就是有可能重演 不但有可能 而且这种极限是非常明显的 很多甚至在有些问题上 在有些领域之内 文革就是已经重演了 我觉得我可以举这么一些 文革重演的一些特征性的迹象 来说明这种问题 第一我觉得文化革命大家 记忆犹新的最大的一个特征 就是搞过人崇拜 我觉得搞过人崇拜 实际上文化革命以后 受到党的谴责 受到知识分子彻底的揭露跟批判 照道理应该是完全没有事成了 但是在最近几年 过人崇拜又死灰复燃了 我们知道文化革命是对毛泽东的同伴 最高领袖 他说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 句句是真理 他的话是在效力 是超越在法律跟宪法之上的 而现在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也很明白 文化革命讲的是 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 统一步骤 统一部署 统一行动 搞这些大大统 我们现在提倡的东西 要什么看起意识 什么统一意识 集中意识 跟文化革命不是一模一样吗 我们文化革命叫伟大统帅 伟大到时候 我们现在搞的核心不是一样的吗 就搞那种最高领导人的一眼谈的东西 他说的话就是句句是真理 一点点都反对不得 一点点都怀疑不得 这种过人崇拜的东西 我觉得跟文化革命也是差不多了 这是一点 我觉得另外一个极限我想指头就是那种意识形态的宽 文化革命在很多走火入魔的东西 我认为我相当长一段时间认为不可能重演了 结果现在又重演了 你文化革命搞红海洋 唱红锅 跳中之舞之类的东西 现在搞的我们意识形态 唱红锅 不但是在民间唱 在大街上 在广场里面唱 在地方唱 到人民大会堂也在唱红锅 搞到这种地步了 这种唱红锅运动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特别让人想到回到了文化革命那种阶段 什么都是红色的 还有意识形态方面有一种文化革命最多的就是叫做 敌情意识 总觉得是中国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包围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帝国主义就是阴谋在我们国家要伏避 要把伏避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 这种意识 西方学者用了很好的词叫做受围困意识 总觉得中国是在敌人的匆匆包围之中 这种意思我们现在看还是有 实际上现在这些中共的领导人 他们那种心理上那种有的时候像金共之鸟一样的 什么动作就是已有一点风吹着动 就是茉莉花革命啊 就是颜色革命啊 其实什么都没有 其实茉莉花革命那种 大街上根本没人搞 基本都是警察在这里手中 那种金共之鸟的这种形态 这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总觉得又出现了文化革命那种心理状态 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啊 敌人要搞颜色革命 就是要让我们国家政权要改变颜色 这种东西也出现得很厉害 当然我觉得文化革命 伏弊的最大的极限就是践踏法治的 大家一想到文化革命就想到 批判会 斗争会 游战这种东西 叫人坐奋骑士飞机 给人挂黑牌子 替阴阳头搞这一套 进行人生侮辱 把人搞到大庆广众里面去大肆地批判 拳打脚踢 进行这种侮辱 要叫他认罪 要叫他自己说自己是大坏蛋 把自己的祖宗三大给臭骂一顿 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 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多么坏 在灵魂深处怎么挖掘自己 这一套东西我记得最明显的是 192016年的年初 那地产大亨认之前 那时候被全国那种疯狂的围剿 说他是反胆分子 这些东西真是跟文化革命是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出现 大家认知强事件出现 大家说文化革命又回来了 这是一个很 我觉得这些东西 给人印象特别深刻 特别说明问题 从很多这些现象来说 当然我们说文化革命 不可能北分之北地回来 比方文化革命那时候 有很多东西 过人虽然搞过人崇拜 他危险到底是不是还有那么高 老百姓是不是还愚昧跟狂着刀 那种地步 这些东西都是很难说 特别是现在中国搞的市场经济 跟文化革命那种 仿修翻修的东西 这些东西还是 整个社会经济条件 还是有不一样 但是很多主要的特征 我像我刚才提到的 意识形态的极左 过人崇拜的这种恢复 敌情意识受围困的心理 还有就是对人生的侮辱 那种对人的尊敛的践踏 这些东西我觉得 文化革命的主要特征 我们在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间 都能够看到 所以我觉得这种警惕 不但是必要的 而且还应该大大的加强 徐教授文革的爆发 距今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您认为我们应该从文革中 汲取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其实文革这么大一场灾难 简直在我看来是一个古今中 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这种灾难 给我们提供了极其深刻 跟极其巨大的教训 这种教训很多 可能写若干本书都可以的 但是现在我们只能 我简单地谈这么几点 我个人切身的感受吧 或者是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文化革命 第一点是给我们的教训是 还在中国一定要搞民主 文化革命其实之所以 白衣人能够发动起来 搞成那么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 大家虽然是上当受骗 但是表现出那么重天的干劲 跟那种极端的狂热 大家有一种急切的追求 就是还是要有民主 这种民主我觉得是 哪一天没有实现民主制度的话 中国哪一天就不得安宁 所谓的安定团结没有民主的话 安定团结怎么搞 靠军队靠警察是搞不起来的 一定要有民主 文化革命不论是正面反面来说 上当受骗来说 或者是人民群中的这种激积的追求来说 民主是一个太重要的东西了 它在中国群众中间 晕染了极大的这种热情跟能量 这种东西不释放出来 不用民主来满民主制度 民主的政治制度来满足 中国人的这种政治需求的话 我中国一天没 中国不实现民主 中国一天就搞不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法治跟人权 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我觉得文化革命给我最大 文化革命有很多损失 有物质上的损失 经济建设的损失 也有精神上的损失 我们刚才提到的 中国人普遍的年轻一代的 精神上的这种失落感 这种心理上的这种 一不所有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伤害 最大的坏处 我觉得还是在法治 那种遍地的源誉 到处的原假错案 到处设立专案组 想把人抓起来就抓起来 想把人批斗就批斗 这是一个国家 一个最不好的表现 所以我特别强调 法治是文化革命 给我们最大的经验教训 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我记得大概在三年前吧 我在田泽营经济研究所 开一个研讨会 那里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 就跟我争论 那时候他争论了说 重庆末世其实还是挺好的 他是支持重庆末世的 那时候可能是薄熙来还没垮胎 他说那我说你举例子吧 他举了很多例子 我都给他反驳了 他最后他觉得有一条 是无法反驳的 那重庆的治安还是很好啊 重庆的那种社会秩序还是很好啊 我就说到这里 我就说到一个问题了 我就说 衡量一个社会 衡量一个地方好不好 我觉得最好还是用法治的状况好不好 跟人权得到保障没有 这方面来说重庆 如果要说社会治安 要说社会风气的话 那第三帝国 那可能是现在中国 绝对都比不了的 那时候打击什么卖淫嫖娼之类的 西村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如果要说社会治安的话 要比什么业不必复的话 那现在北朝鲜也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有些指标 不然是一些正面的价值 比方社会风气啊 比方社会治安状况这类东西 但是它跟最重要的东西相比 它一定要放到次要这一方面 其实一个最反动的最残暴的政权 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得比较好 比方社会治安方面 比方在打击卖淫嫖娼方面 或者在制止黄色毒物这方面 它要做得比其他社会更好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我们在恒联文化革命 我们给它一个正面评价 跟负面评价的时候 我看到的法治状况 它的那种人们没有 人生没有安全感 说被抓就被抓 说被批就被批 说被斗就被斗的这种东西 那种人权受到极大的蹂躏 强逼了那么多人 都是因为政治原因 都是因为思想原因 思想犯跟政治犯那么多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 我们要重视人权 所以我之所以提出这种问题 我们现在比方重视GDP的成就 你说中国现在GDP还是比较高 我们经济上又是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 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当然承认 他也是可以提到一个正面的 可以肯定的东西 但是跟人权相比的话 恒恋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 我们的基本价值观 我觉得放在人权跟法治状况上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这是文化革命一个教训 第三个教训就是 我觉得文化革命实际上是 中国是要另外搞一套 另外要搞出世界上最闲进的政治理想 政治漠视 政治制度 甚至一种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出来 实际上文化革命证明了此路不通 没有这些东西的 人类已经人类经过了几千年的 这种探索的摩索 到底什么是人类的政治文明 到底社会制度应该 它的根本性的指导原则 到底应该是什么东西 这些其实已经有一个结论了 我觉得这种东西能够 文化革命给我们教训就是 世界上就是存在普世价值 人类几千年付出了那么多代价 跟那么多心血摸索出来的东西 中国毛泽东最大的造反派就是 他是想另告一套的 他鄙视人类已经取得了整个成就 他说那些东西都不算数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 我觉得文化革命给我一个最大的教训 人类有共同的价值 人类对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有一些基本的共识 这些东西是我们是只能遵从 我们是不能够违反的 所以我就讲很简单的从民主这种角度 从法治跟人权的角度 跟普世价值角度 我觉得我对文化革命的经验教训 简单来说我比较看重这些东西 当然其他东西还可以有更多的研究 跟更深入的探讨 观众朋友们 徐教授指出文革是一场浩劫 但他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和起点 与毛泽东期盼的相反 文革在某种意义上 促进了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 今天很多人怀念文革和毛泽东 是源于历史的无知 今天中共的种种倒行历史 告诉我们文革并没有远去 它像邪恶的幽灵一样 在中国的上空游荡 徐教授警示说 文化大革命不但影响到今天的中国 而且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 也就是说文革不仅是中国的灾难 也是世界共同的灾难 观众朋友们 徐有余教授走出文革系列节目 到此结束了 但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 并没有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徐有余教授 感谢徐有余教授